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事故车辆划线定位的方式 汽车是将四个车角或轮胎的方向和位置标示清楚 最好还能标示出车头方向 机车则是描绘两个轮胎半圆和把手的位置 至于划线的工具 只要是具有标记功能的物品 都可以作为划线定位的工具 例如蜡笔 石头 铁棒等坚硬物 甚至口红也可以 1.遇到无人伤亡事故 而且车辆尚能行驶 应将车辆移到路边 否则如果造成交通阻塞 警方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62条第二项 储新台币600到1800元的罚还 等 就是在安全住所平心静气等候警察 这时候当事人可以自行拍照搜证 或者找寻目击证人 以令案情厘清 这五大原则 必须随着事故现场状况的不同 做灵活的运用 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